大家好 我是小胖茵 今天我要教大家製作蜂蜜桂花燉奶 它是一個女生一定都會喜歡 而且很適合在秋天使用 零失敗又好上手的甜點 秋天是桂花的季節 有時候我們只在路上都會聞到陣陣的桂花香 而且燉奶在廣東其實是很常見的甜品 冷樂皆宜 如果你想要在吃甜點的同時 又同時保有健康 那這道蜂蜜桂花燉奶絕對是首選 而且它真的超簡單的絕對零失敗 今天我們就用這道甜甜的小食 來迎接秋天的清爽迷人吧 我們開始 使用的食材有 牛奶250ml 建議使用鮮奶會比較滑嫩好吃 兩顆雞蛋只取蛋白使用 甘桂花少許 甘桂花在中藥行就買得到 桂花的香氣濃郁 很多料理都很適合添加當作畫龍點睛之用 建議大家可以多買一些真空乾燥保存備用 蜂蜜少許 步驟也很簡單 先分離蛋白與蛋黃留下蛋白 將蛋白加入250ml牛奶中 慢慢的攪拌均勻 不需要攪拌到起泡 攪拌好的蛋白 牛奶用篩網過濾一到兩次 去除炸質 撈掉浮沫 做出來的燉奶口感才會更細緻滑順喔 將過濾好的蛋奶液倒入碗中 撈掉表面的浮沫 蓋上保鮮膜 戳幾個洞保持透氣 Greenis煮鍋倒入500ml的水 加上蒸鍋 將裝有蛋奶液的碗放入蒸鍋內 設定18分120度蒸煮 完成後 記得帶著防燙手套取出 也要小心蒸氣喔 最後撒上桂花 淋上蜂蜜 蜂蜜對花燉奶就完成囉 每次喝茶我都習慣加點桂花在裡頭 香氣飄散 舒心宜人 入口即化的燉奶 淡雅香甜 搭配清香四溢的桂花 香濃的蜂蜜與燉奶讓人難忘 甜蜜在心頭 你也來嘗試一下吧